作词 作曲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念一下三十五佛超度法一级一切 佛陀要我们把所有众生都当作母亲一样的精进 如果能够做到如此 那是最圆满 所以因为自己有父母 那你应该以对待自己父母的方法 真实平等无虚伪的去对待所有的生命 我想有这样子的一个助援 也可以提醒我们自己修行的动机在哪里 不要去看不起别人 不要去利用别人 不要有分别心 这次舍拉切大学知道我们母亲生病 他们有部分中小学 包括在菩提盖亚 他们都很尽力 然后呢 再做回向 所以因为有一点点 世间的痛苦 可以让我们非常的尽力 所以也告诉我们 不要活在快乐当中 因为变化无常 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身边 不断的在发生 所以不要贪求世间一点点快乐 你想喝杯茶 你想吃个好吃的 你想得到一点点的享受 买不好车子 你想要有一个好房子 你想要别人对你好一点 那都是一种放异 那这样以后呢 那就会有很大的障碍就来了 所以我们只能时时刻刻 一直想着 如何超越我止烦恼 如何利益众生 因为帮助众生也能够进化自己 帮助众生也才能够成佛 所以如此的努力 所以我们感谢瑟拉切 做我们很好的后盾 因为他们有3780位深重 就像我们一样 他们重蹈到晚的精进 在读诵佛经 在研究佛法 在背经 等等等等 所以要连续的 你要做一个格西 不读中小学的话 18年到21年 你才能够像他们三位 坐在前面 成为一个格西 成为格西 这是一种知识上的 那如何在修行上 所以他们必须 跑到很多地方去面对 世间的种种的变化 无常 将来体悟自己在理论上 所得到的真理 那这里面当然也有还俗的 也有继续努力的 但是我想这个五着恶事 每个人要面对的都是一样 不分在家出家 只是我们在家人 如果没有佛法的这种思想 那对面对痛苦 那你就会很痛苦 因为你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么样的痛苦 乃至生病 那至少我们研读佛法 痛苦来了 那你还有一个知识告诉你 这是一个我职 这是一个业障 这是自己没有调伏自心 所以才会造成这些的痛苦 等等 至少我们在理论上可以知道 就像你今天钱不见了 那是因为你自己不小心 你不能怪别人 那我们了解佛法 除了信世 我们还相信有前世的种种的因缘 所以才有今天的等等 我想学佛也不是像 我们坐在这边一起学佛 而是我们在这边听闻的佛法 早上我们占用法师 我都有看脸书直播 所以现在八观灾界很方便 只要法师穿八观灾界 那世界各地有缘的 愿意受八观灾界 透过手机电脑 他们也可以同享功德 一起授戒一样 所以我们占用法师苦口婆心 讲了这些慈戒的功德 人生的意义 我听了很久的说 那破坏 八方我不知道 破坏我通过经验 听到要死才来 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绝授 那像我自己 我自己很少生病 小感冒流流鼻水 其他没有了 从小的一点病痛 出家以前都好了 但是我之所以出家 是因为我妈妈的病 我妈妈的这种病 那二十五年前 二十七年前是遗障 医生说是遗障癌 那个时候 他说这个没办法开刀 这个很痛苦 我那个时候 就学地藏王菩萨 发心 来修行 来出家 我的母亲至少撑过来 那这一次是第二次 胆 因为我的妈妈 从小 她也为了杀鸡 要破肚子 要把胆拿出来 洗一洗 又洗一洗 这样才才才 所以她现在胆有问题 医生一给她检查 胆里面都是石头 那现在开刀 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把胆拿掉 就不会痛 但是 连这个都不太容易 人家把它拿掉 最近也没办法开刀 时时刻刻 因为血压太低 打了抗生素 种种理由 只能观察 当然我是不希望开刀 但是又觉得 我妈妈这一刀跑不掉 所以能够众业轻爆 就好一点了 但是呢 那这个时候什么 忏悔 努力忏悔 发怨 所以我也在想说 那这一次我要发什么怨呢 我能够替我的母亲 乃至这个怨成为 对待所有众生平等的方法 那我想愿就是 为了自己母亲 那你要把所有众生当父母 当父母亲的一样去对待 希望他们都离苦得乐 来自成佛 我想这个就是最大的愿吧 真实的发菩提心 把我们从经典 从上次是听闻的教理 如实地用在生活上 生命上去对待其他的众生上面 一种真诚 一种老实 一种奉献 那为了要利益更多众生 我们要学格西这样 能够深入经账 背经 辩经 那么甚至各种法门 我们都应该努力的学习 不是说我喜欢那个 我喜欢这个 对方是胆的病 你要用医胆的方法 对方是脊椎的病 你要用脊椎的方法 对方是眼睛的毛病 对方是心里有问题 对方是贪嗔痴 所以法门无量是一个学 所以我认为各位呢 不要浪费时间 一定要很精进 精进 当然大部分在家精进修福报 但是还不够 要修智慧 所谓智慧就是你能够超越 你能够超越 这种身心病苦的痛苦 所以特别你到医院 老人家这么多 他们生病了 但是呢 他没办法超越内心的痛苦 因为他不能接受这个变化 来自呢 爱别利苦 等等等等 所以我的妈妈这一点还好 反正他都点点点点 他也没什么抱怨 反而这样我们就会担心 因为到底想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呢 他就是稳稳稳稳的 看到我 我昨天特别跟他讲 我给你扮过一千架 fem 哭哀哀 瑟拉茄 可以你修法 昨天今天 我們幫你打栽六頓飯 一頓飯三千七百 哭哭 哭哭很高興 這個佛經講的 你要做好事跟他講 他就很高興 要不要他相信 以前他都問我講 這次他問不出來 老母說你是開多少 我不會再跟他講 講的就要去背面 花那麼多 這兩天 一直給他放生 昨天四部車今天四部車 不過講到這個放生 我要感謝阿兄阿 阿兄阿知道我叫八部魚車 阿叔你怎麼叫 如果我老母在打電話我替他叫 阿叔那不用錢我包 各位 八部魚車 如果一部四萬塊八部車錢 四八三十二換 阿兄阿你有賺錢嗎 他說沒有啦 我說到你老母就想到我老母 所以 這就是阿兄阿的善根 所以我們隨時阿兄阿的孝順 功德 這難得 一般人賺錢很難 賺錢很難 他沒有考慮到多少錢 那就是這個感覺 因為我知道上回他媽媽生病 他也是 師父 趕進去快叫 我這樣 你叫我叫我叫我叫他 沒啦 帛我母的放 叫幾台都不用錢 替他媽媽做 這一次呢他替我媽媽做 搞不好我們兩個過去是兄弟 一個在叫他 一個在她 但是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很好的善根 只想到别人 不要想到自己 各位不要再自私 所以等一下我们大家要来供养 色拉茄 所以各位永远去想别人的需要 不要想自己需要 别人需要什么 国家需要什么 老人需要什么 恶鬼道需要什么 千万不要想自己想要什么 好不好 是需要 就让人家问你为什么要出家 为了你 你还没有解脱 为了众生 所以我需要出家 我需要受保管才戒 不要想自己 你一想自己就有障碍 就有烦恼 所读的所了解的都不是菩提心 一切为众生的大悲心 所有的成就 那才是菩提心才能够成佛 所以我们想的所有 但是我这样讲 我也不是告诉各位说 我们只护持色拉茄 其他我们不要管 不能有这个想法 只要这个世界 不分宗教 个人团体 友情 它需要 我们都尽力就好了 我们都尽力 而不能给我们压力 但是尽力自然就有顺源吧 每个人都尽力 所以大家请翻到 深宝是世间一切供养 布施修福的无上福田 这一页 有没有看见 各位 广为宣传 好不好啊 广为宣传 各位要比较多薄的 碰到人 这张给你 所以等一下你拿多一点点 现在有一个大福田 让我们种福田 你供养十块钱 就可以供养三千七百八十位 所以我妈妈一生病那一天 我赶快供养十万块 医疗基金 对不对 医疗基金 而且固灾 可以让妈妈身体有利 至少来世升天 现世福寿百年 来世升天 所以要趁妈妈 还在的时候 做功德 她得百分之一百 妈妈一个往生 做功德 剩下七分之一 所以要努力的 做各项的功德 所以各位 如果你能够的话 一个月五百块打灾 一个月五百块 供养医疗 那这样呢 每年就可以 付此一万元 这样最好 还是你要 刚好你家里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为父母 或是为任何事情 你可以供养一天 或一顿 早餐一万七 午餐两万四 晚餐两万两千多 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 因为他们是 全吃素 也没有充算 在寺庙里面 那各位 平常你在家里 也放个福田香 小小的 每天就供养供养 然后呢 一个月以后 就付此来 舍拉姐的丈夫 或是透过各中心 这样 最圆满 然后呢 我现在各位 兵 准备一下 你要做什么供养 不过我再问一下 今天愿意 做长期 护持功德组 每个月五百 或是每个月 两个五百一千的 愿意做这样的 护持 举手 太好了 我们要找 三千七百八十位 台湾 新加坡 这个起码的 功德 谢谢你们 我之所以要隔西 讲法 那从他们 根本就不用看书 他自然就可以把 佛法的 那种圣生的道理 正知正见的 讲得很清楚 这是我们 非常佩服的地方 所以我想各位 对佛教的次第 从解脱道 乃至从人天福报 到解脱道 到菩萨道 乃至修密乘的方法 如果这些理论次第 你都了解 你就不会偏哪一边 因为我们在台湾 就很容易看到 这个偏持戒 那个偏禅宗 那个偏念佛 那个偏密宗 连学密宗也要偏密宗 这样 为什么因为他就是 没有一个 对佛法整体的 次第的了解 所以我想 我们以前刚出家 师父都要我们读论 你要把 你要把这些 理论了解 把大制度论 那你对佛教 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那你再回头来 看经典 或是各种法门 你就能够了解 不然呢 我们很容易 去用自己 肤浅的想法 去批评别人的方法 等等等等 而造成了偏见 甚至邪见 这是台湾 好像很容易发生的 所以 那对藏传佛教 他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理论 统统很圆满 所以不会 对任何法门 对错 他分得很清楚 最多是个人的欲望 跟想法问题 对法 人家在放生 人家在焉共 人家拜佛 人家观经法 人家往生净土 这个非常清楚 对南传佛教 理论非常了解 这是理论上的了解 当然了 实修 那是要看个人 南传佛教的实修 大称佛教的实修 密称的实修 要怎么去实修 当然实修不是光闭关 特别讲大称佛教 实修是面对众生 那才叫实 面对众生 然后就像各位 你照顾病人 那个时候 医院 医生 护士 所表现出来了 是跟他学校理论 根据的 然后他如何去帮助 这个病人 跟他打针 开刀 说我昨天在医院 隔壁 因为在急诊室 还在说没病房 有一个 有一个年轻人 得癌症 他妈妈也很穷 没办法 把他送到医院 然后妈妈就走了 这个人已经病了很痛苦 一下拉尿 一下叫 坐也坐不住 躺也因为痛苦 很可怜 很可怜 那这个时候 医生也要耐性 护士也要耐性 排了床 都是大小便 然后替他换衣服 他也不听话 那我坐在那边 我觉得 哇 真苦 真苦 我们心里求他 赶快舍抱 第二个 一直功德回向给他 希望他舍抱以后 脱离这个 轮回的痛苦 至少升天或亡生净土 所以用各种的方法 所以这个实修就是 你必须要面对众生 你才能够把佛法 用在生命上面 所以我想各位 面对痛苦 面对众生 那我们来用佛法 那个就是一种实修 最好的方法 好 那现在大家 慈悲来供养 设了茄 然后呢 那如果你要登记为功德主的 最好 你可以写在你的红包上面 你的中文 你要供养什么 他们还会帮你翻成英文 因为要 功德主 他们收集好 放在餐厅 供修的地方 每天每天 回向 今天一样 我用我母亲的名字 五万块 供养医疗 五万块 供养生茄 今天还有放鸡 用我母亲的名字 放鸡 五百只 鸡已经来了 一只两百块 十万元 希望减低任何 生病的痛苦 这因为我妈妈以前是杀鸡 摩托 救鸡 尽量做 好 大家愿意付持的 像我是每天都付持 不是说我昨天付持过了 特别今天 今天不一样 来 十亿倍功德 观音菩萨加持 八观哉戒 真善功德 今天是个大真善功德 利用这个真善功德 大家多供灯 多供水 多发愿 这样来做 更圆满 好 各位就可以 开始供养 那你就 包放了就好 那现在他们 供水 供灯 那他们继续把灯 点好了 所以我们在 随喜一次功德 特别放生的时候 然后 多观想供水 所以从开始供水到今天 他们已经供了 250多万的水 从点灯到今天 已经点了 1650多万的灯 我们都随喜 从 做烟供 事实以来 已经做了 4万2000多次的 国际焉供 事实 各种功德 包括 几万场的 放生 护生 我们都随喜 来 水有八德 两百多万 两百多万 共水功德 阿弘 燃起佛前灯 所以各位你要随时观想 几百万杯的水 几千万盏的灯 最好怎么观想 整个世界都变成灯了 无量无边 那你观想水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变成清净的水 要这样观想 当我们在救护生命的时候 所有世界的动物 不分四只脚两只脚都得到救护 都到了护生源的极乐世界 将来能够到佛的净土世界 要这样观想 那我们做燕供的食物的时候供养 所有诸佛都得到供养 所有六道友情特别恶鬼道 得到了无量无边的甘露 他们马上脱离轮回 升天升净土 要这样观想 让我们的内心里面 充满了这种法喜 所以再念一下 心如黄金 身如乞丐 你内心充满菩提心 世间没有享受 像乞丐你都活得很快乐 如果你内心没有菩提心 你的身体就想要去追求 世间的享受 欲望 金钱 因为你内心里面痛苦 就像一个女孩子 她想要去谈恋爱 她没有得到恋爱 她很痛苦 那一个有修行的人 有菩提心 她根本不会去追求男性女性 她不想要去追求这个 所以她内心只想着 怎么样去帮助众生 所以要让我们整个世界 都变成净土 吹到风 观音菩萨加持 晒到太阳 不动佛加持 下到雨 我观音菩萨加持 那各位你要这样来 转念 转念 一己一切 看到别人生病 我们用所有的功德 回想给所有生病苦者 借得离苦得乐 所以观想到 他们的身体 变要师佛的流离光 这个流离就代表 无病苦的状态 所以要师佛 希望大家身如流离 衣食无缺 正知正见 发菩提心 上品往生 那也就是说 你念要师法门的时候 每个牌位都是变成这样 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所有的往生者 都变成阿弥陀佛的身相 所有的世界 他们当下就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 所以 修学佛法就把不清净 转为清净 把痛苦转为极乐 那你要时时刻刻 懂得转化 那这个转化 也真的是在帮助对方 一切法为心造 所以可不可以转化对方 可以啊 所以我们精进念佛 诵经啊 所以就希望能够转化 转化我们的心 你才可以转化众生的心态 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得到转化 我们还在贪嗔痴分别的状态 那我们怎么引导对方发菩提心呢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末法愿意学佛 愿意学佛 愿意吃素 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 随时又起烦恼 有些人平常看起来蛮慈悲的 发飙的时候 像叶罗叉 讲话又不好听 就是他告诉你说 你不用让我生气哦 你让我生气 我管你是谁哦 师父造骂哦 那这个就很恐怖了 因为他内心里面 没有真实转化 他只是在表面上 他人家会怕他 讲不好 就像一个女生跟你说 如果你不要我 我要自杀 哎哟 这个男生会话去啊 你用死来威胁爱情哦 哇 那就没有情可谈啊 那是一种恐怖啊 但是人一生气 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重点是你不能生气 你不能起欲望 所以要用尽各种方法 去转化这个世间 但是如果你内心 坦诚实 行为上 有这些不好 你马上就像一个人 没穿衣服走来走去 很难看 也会影响别人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知道 我缘起性空啊 我时时刻刻在影响别人 我时时刻刻在影响众生 所以走路 开车 讲话 处理任何事情 都要很小心 你不能说 我存好心 结果衣服穿得很难看 那这也不行 哪一个佛菩萨不庄严呢 因为佛菩萨知道 众生会从你的外表 去影响到对方的心态 所以各位 你必须重视你的外表 所以各位 你多跟自己拍个照 看你的眼睛是三角眼 还是四角眼 因为你的心态不好 眼神就不好 虽然你现在没有在生气 但是你的眼睛里面就有杀气 这样了解吗 虽然你现在没有欲望 但是你的低格拉 好色眼就跑出来了 这不分男生女生 一看就知道 所以你要看看你的皮肤 你的皮肤是那种婴儿的单纯像 还是菩萨的发光像 还是邋遢 还是一种业障的皮肤像 所以我很喜欢接近老和尚 这些修行者 一看你就知道 这是他们修行的经验 所以在他们面前就不用虚伪 所以老和尚也会直接给讲 你什么问题 这一点你要小心 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老实 是很可怜的人 自以为是 用自己的想法在做事 所以修学佛法最重要 清净善之事 远离恶之事 这些恶友 或许你有钱 他逢迎巴结你 你活得很快乐 事实上他在害你 他对你这么好 一直称赞你 你很高兴 事实上是在称赞你的钱 所以在称赞你的外表 那种欲望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学佛了 用心去看众生 不要用外表 那我们的外表 谁都会有夜报 各有各的夜报 生老病死 但是我们守护的是这一颗 菩提心 那菩提心是什么 等一下 身性因果 有空性出离心 有平等大悲心 愿成佛菩提心 那你要让别人感受到 你有没有菩提心 所以我想上回有一个出家人来问我 海涛法师 你会看相吗 你看我修了怎么样 我说你都没修 这样而已 修行不用看相 你有修 你就有修行人的味道 了解吗 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味道 穷人也是穷人的味道 对不对 读书人也读书人的味道 没读书就是没读书的味道 你怎么骗人呢 修行有修行的味道 这不是用语言文字可以形容的 那这个是一种累积 积累之量 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你自然有福报 自然有智慧 自然有悲心 这没办法 谁去假装呢 骗不了太久了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 时时刻刻各位最好 每天就像手包挽在戒一样 外以八支 内以六念 还要保持一个 养成那个习惯 所以义人有义人的味道 对不对 所以不管他做什么行业 因为他熏习久了 这个叫习性 所以菩萨不能有个性 不能有习性 如果你有个性习性 代表你没有修 从一开始到后来 都是这个习性的话 都是那个动作的话 都是那个讲话的语气的话 犯同样的过失的话 那这跟出家在家没关系 因为佛法对你没用 就像世间人说 你怎么还在疼 你没吃油 没消炎 因为你的内心里面 还是那个状态 所以你就必须打重点 冲胖子 我出家比你久 我拜佛比你久 你必须强调自己这些 那代表你没有修行 所以我师父说 不要告诉人家 你修行几年 出家几年 因为你要讲这个的时候 那就代表你要提升你自己 自占 甚至你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毁他 做生意还不得不如此 对不对 做生意是一种私利的动机 骗也要把对方骗好 因为你才可以赚到这个钱 但是我们佛教徒 不能用世间的方法 一切随缘 就像有人 有一次在批评我 海盗法师 你为什么 带着上面都你的相片 另外一位法师 我都静静了 我也不太会解释 我说随缘 因为可能就是 他们喜欢 另外一位法师说 人家是自然的 你要批评人家 我说你讲的 很有点道理 海盗法师有名 人家不是追求来的 人家是自然的 那有些人 你必须要打广告 那也没办法 当然我都会接受批评 到底我是自然的 还是我是攀远来的 这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 如果我是攀远来的 我的动机是为什么 那你要去评估 所以我想各位 要时时刻刻 用法来管你自己的心 那如果你管不了你自己 你一定要请别人管你 不然你就会放异 所以各位一定要 一定要有佛菩萨管你 一定要有上师法师管你 如果你没有 我就发现很可怜 所以我经常 我有跟很多修行们 不分在家出家做 你师父是谁啊 那你对师父的看法 你是依止他 什么叫皈依呢 就是把整个身心生命 依止三宝的教戒 那你要这样去做 那你就不会有 烦恼习气的问题 就像我们守宝观在一起 乖乖的守戒 按照六念法去修 而且真实很认真 点灯也好 供水也好 你已经养成很认真的习惯 我发觉很多人不容易 他就不认真 然后他就在那边 我有事情 反正我有很多事情 他永远不专心 因为他永远 没有一样事情专心 你要念你就认真念 你要忙你就可以忙 你不能把两个事情 放在一起 特别一宫菩萨 我常给他讲 不专心 那对你没帮助 因为我们大家在进步 你个人没进步 那很可惜 所以一定要很认真 从你的身心表达出来 你在进步 写字在进步 做事在进步 待人处事在进步 智慧心态在进步 因为你很认真 如果你没有很认真 比如说各位坐在这边 你是为了等一下跟我借钱 但是我们摄影机拍到你 你就坐前面一点 你从来就没有用 因为你的动机是错的 那如果你的动机是 我是来听法的 我要来实践的 那你就没有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 因为你一开始动机错 那就会全盘都没有用了 所以这一点 你要一直分析你自己 到底你是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所以世间人 他有他私人的动机 他必须要这么做 那佛教的动机呢 他叫我们要 调伏自己 消化自我 要有空性 要有平等的悲心 要有承担 你来参加法卫 这现场所有人的 生死老病死责任 现世的福报 都要靠你了 你要承担 就像各位 我们刚刚供养社大切 人家问我 为什么你要供养社大切 我说我每一个都供养 但是既然我要供养 他们的所有的上上下下 都是我的责任 从生到死 从吃饭到走路 都是我个人的责任 这样而已 你要有这个承担的心态 不管你去护持谁 不管你去做什么 你照顾一个护身员 或是各位 你把鸡放在这边 你把羊放在这边 那各位你要承担 那你才得到 整个护身员的功德 你不是说 我把鸡放在这边 然后就随起 我做的这些 我很高兴 我有功德 那是你得到的功德 那是什么 但是你把整个护身员 都成为你的 放在你心里面 虽然我们没这么多钱 要靠了大家的力量 但是你的心态是圆满的 不是跟那些鸡玩一玩 那些羊玩一玩就跑掉了 跟那些狗玩一玩就跑掉了 那这样对你来讲 帮助就不大 所以你要整个的 一己一切 比如说我早上讲 对你妈妈怎么样 对你父亲怎么样 对你左爱的那只狗怎么样 你要对所有的众生都平等 那还有一点道理 代表你真实发起菩提心了 所以最近有人跟我说 他家宠物生病 我第一个就问他 你是让他吃肉还吃树 吃肉呢 没办法了 他保证他生病了 这也没办法了 因为你没有悲心 就很难谈真理了 所以我都给他们讲 我们都做树的给人家吃 这样减低他一点点生病 也不见得说他吃树就不会生病 至少他就比较少一点点痛苦 那你给他吃肉 你不平等 你对你狗那么好 对你的宠物那么好 但是你为什么 对被他吃的不好 所以佛陀就跟我们讲 因为你吃了肉 你就保证没有悲心 连种子都没有 那没有悲心就不是佛法了 那不是佛法就要小心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不见得吃树就代表好 对不对 那吃树只是一个 至少一个表现 一个愿意关心众生的一个表现 真正的表现是在你内心里面 是不是去利用众生 就像我是出家人 我经常问自己 我会不会去利用信徒 来满足我的生活上的 或知名度的学校 我必须一直提醒这个 但是事实上这个末法 你会看到很多出家人修行 他是为了利用信徒 信徒成为他的工具 给我钱 给我知名度 然后呢 让我的庙越大 让我的知名度越高 就像一个医生 就像我没学会去跑监狱 典狱长跟我说 同样是出家人到监狱 有些是利用我们监狱 在外面打他的知名度 甚至用这个来募款 他就不欢迎 他跟我讲得很直 他问我是不是这种人 那我说 我没有这个想法 典狱长好好观察 典狱长你这个观察是对的 我随起你 因为对监狱里面受刑人 你不能跟他玩假的 对他们也没帮助 如果你跟他玩假的 还跟他们一起卖毒 还一直想办法怎么办 那也不行 那有些人是玩感情 那也不行 那特别只关心某一个 在监狱里面某几个人 然后跟他家里联络 这个也不行 这个会弄出问题来的 虽然你没有坏心 但是你有一种执着也不行 所以我想我们修行 各位要时时刻刻 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一直检讨你的心态 那心态错 可以错一次 不能再错第二次 再来你再错 那你就不可能改了 你说什么 如果我们一个人修行 被抛弃了 那很可怜 所以我经常问人家 你有师父吗 那你师父是谁呢 你也没有一教奉行 对不对 你不能说这个世界没师父 那你师父对你严格 你也没有一教奉行 因为你没有一教奉行 那当然你要调服我职 就很困难 因为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想法 来解释佛法 来解释世间的 那就不对 所以偏偏佛教要我们消除我职 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想法 你只能用佛陀的 用经典的 用善知识的 这种空性大悲 来处理事情 来面对事情 虽然我们按照佛法 但是因缘上还是要随缘 也不见到佛法 就会让你 我一切过得很好 都不用生病 都没有障碍 不可能的 就像我们小小一个放生 各位障碍大不大 很简单的道理 你要做阉供 人家也可以打电话 叫警察来 你要念经 念很大声 人家也告你 有些问题 你不能说我念经 住我隔壁 他谢谢我 他就给我告警察 你讲这个话 你就不懂世间法 这个是末法 这边又不是极乐世界 你做对了 人家还要误会你 但是你能够理解 不会怪对方 你要尊敬 尊重对方的感受 所以这一点 就像我在讲话一样 我在讲话 一分钟一分钟 七分钟七分钟 我自己都要算好 我不能说 想讲就讲久一点 不想讲就不讲 要看情况 这个时候各位还蛮专心的 没什么太阳 没几个在睡觉 赶快讲 等下太阳来了 又开始打个水 赶快做烟共 何不是说像有些人 你跟他聊天 好 好 你又不挂掉 好 赶快把他切掉 话讲太多 三句话就好了 他要讲十句话 很多说 讲话没有 水龙头都不关的 所以各位 这个你要分析 什么时间 最恰当的点 做什么事情 你要一直 你要成为一个 非常有能力的人 别人看你就知道 特别你要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你整个比做总统 还有能力 总统就是 总统一切 对不对 那不是同理大众 所以你要做一个 菩萨 菩萨就是要同理大众 增加你的影响力 那你这些 美美嘎嘎 这很多的 善巧方便 你的观察力 要很细 如果你平常会发作 会生气的 平常太保守的 孤僻的 那你都没办法 因为孤僻也是一种个性 我不喜欢 我喜欢 那都是在我的范围 做个菩萨 就是随顺对方 念一下 横顺众生 对对 记住 横顺众生 对方需要什么 对方想什么 在什么时机 做什么事情 然后对方就会感受到 跟你在一起 没有压力 我们跟他谈话 只有佛法 不是压力 人要做到 被欢迎 而不是说 哇 海盗法师又来了 我应付他一下 给麻烦 给啰嗦 因为海盗法师来了 所以我每次 去到别人的地方 我每天都在跑 别人的地方 我一直很耿耿 你看我再两天 我绝对不带三天 我明明知道 你已经有一点厌烦了 我就说 有人找我 明明我没事干 一个人坐在那边 等我也不愿意让你 多一分钟麻烦 这一点 你要会拿捏得很好 以前年轻在交朋友 对方已经 一听就知道 对方对我没意思的 我马上主动 阿弥陀佛走了 你不要再跟他讲烦了 明天我们继续约会 人家已经很烦你了 你还约什么会 这些各位 你不会观察 那你就会很痛苦 你不爱我 当初你说你很爱我 废话 人家你还对方 讲难听的时候 我就是很恨你 你要知难而退 所以各位 这种叫他心痛 当然还有一种 就是说 虽然我没有干扰对方 但是你的行驻 坐我干扰对方 对吧 就像各位 有时候坐在那边 有时候你到前面看 有些人的脚开开 你干嘛 那有些翘着二郎腿 人家在摄影机内 你翘二郎腿 穿个海青 翘二郎腿 有些是功德主 把功德主就叫他坐前面 他就翘二郎腿 讲到佛法 他就睡觉 希望他起来讲话 他精神才赖 那这种情况 就是他 不了解佛法 不了解佛法 那你叫他 坐在最前面 那就是伤害他 因为他不懂佛教 他书放哪里 他知道 他脚怎么翘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 有时候我们在讲 他还在讲电话 讲得比我大声 因为讲电话 要大声 所以这个就知道 这个人没有在修行 有礼貌的 电话来了 不得不 赶快跑到后面去 对不对 那这个也对他不好 但是有时候 他真的有急事 他不得不 就像我妈妈 我平常晚上一定关机了 但是 我妈妈在病房 我20小时要开机了 对不对 一个电话 怎么办 然后呢 我还告诉我哥哥 如果你打我 我找不到 你帮我找秘书 随时是随时的 然后秘书找不到 照在我又三个人 一定要我要接到 这个讯息 因为有重要事情 那这个东西 你不能说 啊 不好意思 那时候我没开手机 睡了 那你有一次 这种习信 以后人家不相信 这个事情不能交给他 我明明交给他十万 他说二十万 我明明交代他 去买一个小东西 他小东西都忘了 你还讲大东西 因为他没有保持正念 所以各位 你要从这个去分析自己 你要从别人 你的朋友告诉你 你看我是什么人 那如果一个人没朋友 那不用跟他谈 因为这个人没有在修行 没有朋友 每天来一个来一个去 这样 他怎么修行呢 修行一定要有朋友 然后人家告诉你 要怎么办 那朋友不是一种依赖 而是他跟谁都可以和合 互相督促 所以修行很难 如果你做老大了就很难了 我是会长 我是联络人 我是园长 这些人要么就快速成佛 要么就快速下去 为什么 因为他骄傲了 我是园长 我是会长 我是董事长 那怎么办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当你要做一个核心人物 如果你没有深信因果 或空信保证下地狱 因为你会为所欲为 这个为所欲为 就像各位看到媒体的这几个 国家领导人 有一些在外国的 你看这个是不合理的 动不动可以杀人 对不对 动不动可以骂人 贪污 那这个大家就觉得 这个不适合做 但是偏偏这种事情 全世界都知道 因为现在的媒体 它可以让你马上知道 每某一个国家 又发生什么事情 有没有道理 这样 所以当我们看到 世界有这些现象 那你要想你自己 你也是一个核心人物 在你家里 在你的社会圈里面 那你给人家的印象 是什么 所以我想修学佛法 必须要从我们的人格发展 而去影响别人 所以我师父说 不见得每个人 都可以拿麦克风 我师公跟各位 特别交代 你电视上 请任何人讲法 出家在家 皆可 但是你要负责任 就像我师公 以前办佛学院 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来讲法的 书读很多 不见得可以讲法 所以知识分子 跟修行人 是两回事 所以我想各位 我讲这些就是说 为了要利益众生 影响众生 我们要时时刻刻跟认真的 注意自己的身口意 借律 威仪 发心 你要拉得很紧 你拉得很紧 因缘自然成熟 因缘自然成熟 别人来给你求法 公司团体 社会团体来给你求法 这样可以 因为你身上有法 他透过侧面的了解 去了解 他来求法 那这样我们呢 去布施法 无所求的 可以 那让对方更佩服你 更佩服你 就像我们在海外 每次写牌位 免费哦 真的还假的 免费有用吗 也免费都变成 我们是时空见惯 对不对 以后海道法师说 写牌位一百 中间大牌位一万 你们就把我丢死头了 怎么会这样 但是在 在这个末法 五着二四 你没有收钱 他说这个没用 这样 你要讲说 不用收钱 他还觉得你怪怪的 颠倒 但是慢慢的 要去影响他们 我们做个比喻好了 今天你牌位 给人家收一百块 请问有超度的能力吗 就没有了 超度是一种悲心动机 如果你没有悲心动机 你十分钟念一遍地上经 一个钟头念六遍地上经 很厉害 也超度不了对方 因为你的动机 是钱 那你念地上经 再怎么好的经典 对你也没用 你的动机是慈悲 你送地上经要念一天 才念完 因为你口急 但是那个力量很大 哪怕你光念 阿弥陀佛 都可以超度对方 所以我想 我们在行菩萨道 不分在家出家 超度对方 特别各位在做阉供 有些人自己在做阉供 那你要问问自己 超度多少 并不是我们在乎 而是说你要去拔杯也好 我 有没有超度到对方 我又没有每天超度的力量 明天比今天好 后天 因为我们就是要帮助众生 众生无量无边在受苦 我们都希望地狱都空掉 恶鬼道都空掉 所以你要了解 所以你了解了 你会成正比的去调整自己的动机心态 所以各位今天首八万载戒 跟昨天做阉供 功德完全不一样 再来 今天又有观音菩萨的功德殊胜加持 又有食灾日的加持 那又不一样 那这些你要去思维 你要自己用什么 不会像我都会 我每一次超度 我都会 我都觉得 我去了解 用我的方法 我今天为什么超度多一点 我今天为什么超度少 今天有八万载戒 跟没八万载戒 今天有哪个加持 跟没那个加持 今天大众都发现 我们要去检讨 要进步 品质要进步 所以那这些就是思维复法 思维众生苦 如何让众生更快乐 我们要放生 要让他更快乐 我们要超度 要让他离苦 如何达到那个效果 这样对自己 对众生才有帮助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 我们做法师的比较苦 谢谢念 你要懂得反省你自己 你就可以进步 所以什么叫菩萨总性 菩萨总性就是 没有看经典 就算没有碰到法师 他的身口意 就能够自我调整的人 这叫菩萨总性 菩萨总性 他就时时刻刻在检点自己的 但是他不知道 怎么利益众生 但是那一天他听闻佛法 他马上 哦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 他从小 他就不会故意去伤害别人的 可能他会去喝酒打麻将 这是世间人的 习性他被影响了 但是他那个总性还在 他不会故意想要去伤害别人 就像各位结婚了 今天有外遇来找你 你不会找 因为这个对不起我先生 对不起我太太 我不想这么做 这个叫菩萨总性 因为你本来就有那个善根 因为我不想要去破坏到第三者 所以那同样的各位在修行 在没有佛法的时候 乃至现在已经有佛法了 某一些事情你做得怎么样 要去了解 如果自己知道自己经常会出问题 那你要很严格的去依止善知识 然后叫人家用藤条打你来用 不然这个很难改的 爱钱的永远爱钱 爱名的永远爱名 爱睡觉的永远爱睡觉 不容易改的 所以这样以后 就没有进步的空间 因为为了要度众生 你不进步众生就难度 你越进步就像光越来越强 黑暗就越来越消除 那我们必须让自己不停的发光 不然的话众生都在无名里面 所以我们借过点灯 借过开智慧 借过种种的功德 想来帮助众生 好 大家休息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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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 Samaya Za Siddhphalahu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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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